我爸妈说彩礼要3万 彩礼要3万 你看我们谈恋爱这么久 能不能看在我俩的感情上 降一定降 这又不是东西 怎么能减价呢 而且3万也不是很多 3万是不多 我觉得100万的不多 但是我现在准备到3万 很多和我一样年纪的人 都存不到3万的 他们要的是态度 别人还要的更多呢 是不是才3万块钱 态度也挺好的 我也很想娶你啊 所以呢我就叫降一降 我存款不到3万啊 那你就想办法呀 才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你到底爱不爱我啊 爱我你就想办法呀 爱啊我就就 年轻人真的存钱很难存的 你看我3千块钱一个月是吧 我还要生活啥的 存3万块钱等两年啊 那你可以借啊 我们结婚了可以一起上班还嘛 借 我看你一点都不爱我啊 你要去借呀 你说结个婚还要借钱 那你现在存款有多少吗 存款就1万多块钱啊 我们年轻人本来就不容易存钱 打螺丝打一年两年才存这么点钱啊 我觉得我爸妈过分也 他们的要求也不是很过分啊 你看你啊 是不过分 确实这个要求呢 和我们当地的习俗是 是一样啊 对吧 但是我觉得也不多 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是给不起啊 给不起你就去借 我都说了借了以后结婚 我们一起还 结婚一起还 借点钱都借不了啊 就我这种年轻人没背景没信用 是吧 哪里谁会借给你啊 没信用你是不是人品不行啊 不是人品不行 就是和银行啊那些 根本就没啥关系是吧 人家要背景我们也没啥背景的 那你也得想办法啊 不能这样这个东西 搞得我好像很廉价一样 还要讲价 还不廉价啊 你到底爱不爱我吗 你爱你就想办法呀 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吗 如果三万一点都不这样的话 那可能得两年后再结了 两年后那我们现在一直在一起 要还个孕怎么办啊 那尽量就不要怀呗 哎呦 要么就怀了 他们就可能就不要彩礼了吧 我说你这个男人怎么这样子啊 那我就先怀孕 老是想着这种办法啊 那就等两年呗 是吧 我再努力两年嘛 就能存到三万了 我不想等 我就想 你要办 办个婚礼是吧 不只要三万的彩礼了 你办婚礼 那要吃饭啥的呢 也得要两万左右呢 所以呢 可能要五万块钱啊 婚后我们可以一起上百还 你怎么一点都听不出我的意思呢 你 我不想贷款 而且我也贷不了 真的 你看我爸妈不在是吧 我这个家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人了 别人看不起我 想跟别人借钱 别人也不给 建银行银行 更不给 你就 等我两年嘛 跟我再接钱再来两年嘛 我就存个五万 两年五万我应该是能存的 到时候我们再结婚 这样子呢 我们又不用负债 是吧 人家都说了恋爱不要谈太久 可以的话就赶紧结婚 什么恋爱不要谈太久 恋爱就是一个让人身心愉悦的东西 是吧 我觉得能谈多久就谈多久 结婚了之后面临了生活的各种压力 谈久了会分手的 懂不懂啊 为什么谈久会分手呢 好多人都这样 我也怕我们这样 我是真的爱你啊 我想早点确定了 那要么就叫少一点嘛 是吧 我现在就在这里存款 根本就结不了啊 你看你啊 叫降财礼 那到时候办酒也需要钱了 那钱你还不是得想办法 那你都想办法了 就一起想了呗 叫什么叫啊 就你降财礼 然后就刚好就有点钱 能给你家 然后能办婚礼啊 是吧 你就一万块钱啊 一万块钱 你还能办婚礼 还能降财礼啊 有一万多嘛 是吧 你看我家经济也不多 那你打算 给你家一万的财礼 然后就几千块钱就可以办了 我还以为你说几千块钱的财礼呢 就几万多的 我有一万多嘛是吧 然后一万给你家做财礼 就几千块钱啊 就弄饭啊弄这些 那你就多做几份工嘛 实在不行 我现在上班都 都十个小时了啊 那我跟你一起挣吧 有时候还加班 干十二小时呢 我跟你一起挣吧 然后我们一起存钱 可以啊 那一起存嘛 到时候有了 我们再结嘛 是吧 这样只能快一点啊 那可以啊 好呀 好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